大家好,我是C2、C2義工團的Vinci 今天很開心來到義工拓展及培訓中心 義工拓展及培訓中心 香港義工團的營申會 在我身旁就是義工Lola 她今天會跟我們分享她做義工的經驗 Lola,想問你做義工多久? 其實都做很久 我以前很小的東學時 都已經開始參加青年中心的義工服務 後來進行工作時都參加其他領造團體的義工 當時是自己舉辦活動 讓別人參加 舉辦活動和出錢 因為參加活動要付錢 費用都是自費 做一些Leadership Training方面的更多 現在加入了AVS 也是跟春聯有關的活動 當然也會參加其他義工服務 覺得今天的氣氛怎樣? 今天的氣氛不錯 因為這次是第一次 營申會加入了C2這個環節 去介紹這個活動 介紹為C2 我們在訓練 分享完 介紹培訓完 分享完 還有介紹 開始玩遊戲的部分 變成氣氛好像很熱鬧了 變成好像 一開心點 感覺是開心點 還有很多人一起參與 有什麼說話想分享 例如叫多些朋友來做義工 其實義工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像剛才我們在營申會的影片 范廠麗泰都說 當別人對你微笑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感謝 很開心 都是做義工人對你微笑的時候 所以做義工其實是自我成長的環節 好像覺得你是付出很多出去給別人 我沒有錢收的 做義工 其實你從中學到的東西 其實包括和人相處 還有很多一些技巧 技能 這些東西 和認識多些朋友 將人生的網絡 見的東西 看開 看多些 其實你自己都會成長 其實這個成長 不是用金錢去買回來的 是人生經歷上的成長 所以其實 所謂施比壽那麼有益 所以應該多些參與義工的服務 那不如在這個時候 呼籲一下朋友參加義工活動 所謂施比壽禁的益 其實做義工服務 其實是個人的成長 雖然我們拿不到什麼金錢的回報 但是從中學到的東西 包括人際關係 認識多些朋友 以及個人能力的提升 包括你可以從中的技巧提升 其實不同服務都做的時候 有不同的技巧我們要學 包括老人服務的時候 怎樣做老人家相處 做一些學生的服務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跟一班 鼓勵一班學生 在個人成長的思考方面 其實這些東西 表面上是我們付出 就是從中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得著了 這個是一個很寶貴的人生的經驗 是值得他們去參與和學習的 今天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